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察新设帐篷使用情况 由于成绩转运站经过四次变更设计 还没有启用 现阶段市政府交通处 依照搭车动线设置帐篷 让等车的民众遮风避雨 谢国良指示提供热饮 让通勤族可以驱寒 一大清早七点不到 就用市长谢国良来到港西街 国道客运站牌附近 视察通勤族搭车情形 所以下一天的时候 也改变了 那这边的环境 这边环境我们有做清洁维路 这个空间蛮大的 对 这个空间 这个是台铁的火车站 现在委托给我们带管 东北季风持续发威 又是风又是雨 对于上班通勤族来说 后车面临很大考验 政府交通处 在11月中旬 依照客运排队动线 搭设临时帐篷 同时将帐篷的空间 延伸到后方铸铁雕花棚架空间 让上班族免于日晒雨淋 一个帐篷式的 一直拉到雕花雨棚 让我们这个早上 后车的一个通勤朋友们 能排到这边 所以基本上 整个后车的环境会改善 除了搭设帐篷 市场府在港西街旅游服务中心 准备热影 让民众驱寒 市长谢国良视察之后 指示交通处在户外设置帐篷 提供热影 让通勤族方便使用 在冬天 东北季风到了 然后成绩转印在 因为过去四次变更设计 我们又没有办法来得及 今年把它开通 所以我们特别来看一下 我们通勤族等车的动线 然后我有请交通处呢 未来准备一个帐篷 就在这个路口这边 然后准备一些姜茶 给通勤族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 一些设置的动线 现在姜茶是放在 这个旅客服务中心 但我请他把它放到外面来 这样效果会比较明显 我们成绩转印站 到目前在今年可能无法 试试使用 让所有好朋友进去里面等车 所以国家市长还蛮想的蛮贴心的 想特地过来这边看等车的动线之外 同时之间也是准备了一些姜茶 给我们后车的好朋友使用 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然后今天雨又下来特别大 至少喝个姜茶喝个咖啡 暖暖心 那当然至少等车的时候 不会感觉那么的心专 市政府贴心搭设帐篷 提供热影 希望在城际转运站 尚未开放使用前 尽可能的改善后车环境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来关心海洋大学的 行人友善问题 经过学生的反应 认为海洋大学 工学院校区的北林路段 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通学空间 因此市政府跟校方 进行会堪改善 海大有两个校区 所以学生上学时期会穿越 北林路至对面的工学院上课 学校造路交通规划 为学生关注的重中之重 今日我们班马县 在此划设完成 也看到学生使用率非常的高 可想而知学生的心情 是非常期待且激动的 哇就真的是非常开心啊 因为其实陆陆续续就是有同学说 今天同意正在架设了哦 然后就赶快跑过来看一下 然后像昨天晚上11点多 就有同学说 哎 班马县昨天晚上11点38分在画字 所以就听到的时候就很开心 而且都是同学来讲 甚至有人还会来拍完之后 然后标注我们的IG 然后就 哇很开心 然后而且在这边 站了那么久也看到 嗯还蛮实用的啦 所以就 能 我们做一个东西 最主要就是让大家能真正的使用它 所以看到不只是我们的喜悦 然后同学也喜悦 甚至大家能利用它 完美的利用它 就 只能说满满的开心啦 这样子 对对 从现场观察上来看 体育馆连接工学院虽然有地下道 但学生通常会因为抢快 而选择冒险直接通过北宁路 险向还生 呃原本在贵族市家那边附近 是很多人会汇集的地方 可以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方便的话 就直接从这边穿越到那边 像我是养殖系 然后很常在对面实习 然后也很常看到就是有学生 哇一棍很大棍的这样 然后就穿越马路这样 哇看的是真的非常危险 同学不要穿越马路 请走电众大楼地下连通道 迅速又安全 同学我们了解到现在这条哦 斑马线已经建成了 那你们觉得今天应该算是第一天使用吧 你们有什么想法 和你们看到有什么心情吗 呃很方便 因为今天之前走这里的话 要嘛就要走地下通道 那如果对于就是我们同学有比较 腿脚不方便的就比较 没有办法直接就下楼梯 如果可以走这边的话会更好 嗯我也觉得方便的许多也比较安全 就是车子至少会停下来 不会有什么车祸的疑虑 会长我们有了解到 学生会有想要倡议说 我们要把工学院那边的校门口有做改动 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原因 还有你们的想法 首先就是因为工学院原本的那个门口 它的路行比较短小一点点 就是大家只要车子跟车辆一出来的时候 就马上面临到红绿灯 它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待转 或者是等待停留的空间 所以非常的危险 而且它也造成不少次的车祸 所以我们就想要 让它移点到比较开阔的地方 然后让大家视野比较大 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我们已经规划好 工学院那边的校门口有做移动的话 那我们听说后车停的部分也会往前拉 那这部分你们的规划和想法是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后面那个 原本的工学院校门 我们会就是完全改成人形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汽机车 然后最主要的门口 还是会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店重大楼后面 所以呢就包含我们的停车管制 然后还有我们等等的设施 都相对应都往这边移的时候 这边当然以后会变成为一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核心 那如果把后车停移过来的话 其实大家会比较的 就是像是因为斑马线在旁边 它其实过来大家不用穿越 为了要等车就穿越马路等等的这些方法 它其实会比较安全 然后比较方便比较快速 然后现在的后车停也比较老旧一点点 它如果相对应盖在盖新的 然后用移点的话 它其实可以比较安全 然后比较坚固 然后可以就是可以让大家比较 能快速的搭上车 然后具有一个比较友善的行人空间 由学生提出的需求 市府与海大校方进行沟通及会刊 汲取落实海大学生的行人友善 我们这个北宁路上 那个时候有很多海大的学生 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会穿越这个北宁路 造成交通的一些不安全 那我们今天来会刊解决方法 那很感谢校长今天我们一起 大家来讨论那我们会设置一些这个弹性时段 不同这个方式的红绿灯 我个人是比较想是说就是比照中正路有些路段 它是可以用按钮的 或者是说不同的时段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安排的方式 那另外呢很多的一个我们海大师生会使用到机车 那停放的空间不足 我们现阶段配合政策 我们会在比较宽的一个人行道 去开放机车停放 同学那你知道我们那边北宁路 现在有划设机车阁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的停车什么有更加方便吗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如果像是滨海校区进去以后呢 其实里面的停车阁在早上的时候通常都是满的 很难找到自己的车位 很多人就是围停在旁边的红线上面 然后以及是那个校门口靠近邮局后面那边也都是挤满人的 然后那个车子也是通道变得很狭窄 因为左右两旁的红线也会有停机车 所以我觉得在北宁路上面画机车阁呢 是可以疏解一部分的停车问题 这几次的提案呢大家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那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收获 那其实在校内我们有办理有关校园停车等等 还有一些路行改造等等的这些公听会 然后甚至是邀请到了校长 然后两位副校长还有总务署的行政团队来一起做列席 然后来听听学生的意见 其实这是对于学生机制上面非常大的改动跟进步 就是能发现就是大家可以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跟看法 然后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所以其实任何学生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这个学生议员啊 就是来讨论完 然后他再前往议会 然后再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 然后讨论如果说大家一直觉得 这个提案不错哦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由政府议长这边 然后来代表 然后来前往争取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 就是说不要穿越马路 因为可能大家都是为了就是方便啦 然后可以直接过马路 然后但就是会造成一些危险上面 在学校方面也是需要多加宣导 就是说不要穿越马路 有学生倡议的这条斑马线效果非常显著 也呼吁所有的用路人 未来要继续遵守交通规则 期许基隆成为台湾行人最友善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张宇恩采访报道 9026路线改由五家业者 接手联合经营之后 行驶班次仍然不够因应 安乐区通勤民众往返台北的需求 基隆市议员林佩祥在总质询时 建议经营团队可以仿效1573线的做法 在尖峰时段以紧急调度征班的方式 有效输运通勤乘客 长期关心安乐区民众通勤权益的 基隆市议员林佩祥表示 目前9026国道客运行驶班次 仍不足以因应民众上下班的需求 因此建议新经营团队可以仿效1573线的做法 在尖峰时段才紧急调度征班方式 来输运通勤民众 我在瑞光港前路口 我人在内湖 我看到他们 车子准备要超过到60个人的时候 他们就跟后面打电话 就跟他们后面就用 不知道用无线电还是打电话 直接跟后面讲说 这边人很多 你们要拍一台空车来 所以短短的从 我记得从5点 也是5点15分 到6点50分之间 他们来了三台空车 一台空车载了30个人 所以变成说1573 他们日豪经营的不错 他们在调度上面 他们是有空车在准备的 甚至他们最后面没有大巴士 他们有小巴来载人 可是这样做话 处长你没有注意到说 1573最近很少人抱怨 有没有注意到 90到6天到晚再少 1815天到晚 用1573没事 理论上1573 如果当初 市长跟处长没有特地跟日豪 讲说你们要好好做的话 1573一定会报 因为1573一样 人很多 人也比以前多 都是10%以上的 都是经过TPass之后 都是10%以上的 乘客率增长 可是没有出事 这就代表说 他们经营的是有一套 针对国家新城 及下方迈进路塞车问题 林沛祥也建议 可以从后方辟件 连外道衔接国道3号 对此基督市长 谢国仁表示赞同 唯一顾虑的是 路线是否会行进 新山水库水源区 集市府计划 明年对连外道路路线 做可行性评估 123号上面拉个引道 下来给国家新城方面 这样做到的话 第一个 我们解决了国家新城方面 民众的财车问题 第二个 我们解决了上置货柜 未来上置货柜 会不会变大同大学 我们不知道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上置货柜 这一块地本身的车流量 就是非常的惊人 不管未来 会不会变成大同大学 而我们必须 把这边的人口 把它疏散开来之后 才有可能 迈进路整条的交通 才可能有解 因为它可能只有一个顾虑点 就是要经过 新山水库的水源地 就是引水区 这一点可能是 唯一要注意 要不然这两个空间 其实很近 如果把它能够接起来 我觉得绝对 对这个区域有帮助 那我也很赞成 不管是壮观台北 那边的区域 透过一些连通 街巷 打通到国家新城 甚至再到上置货柜 这边 到国道3号 如果可行的话 那如果可行 我们当然就跟交通部 来继续的争取 另外林佩祥也关心 城邦一路平交道 与城邦路桥等 依照式路段问题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回应表示 明年已经编列 净亿元的经费 针对路口交通 耗制标线等 进行改善 改善的经费 是从3400万 增加了5700万 到9100万 所以我们针对 全市的一个 不管是标志标线 以及一座提到的 耗制路口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一个改善 至于市民关切的 金融捷运 第一阶段施工进度 谢国良表示 现阶段骑程 是明年规划 后年动工 预计民国123年完工 第二阶段的可行性评估 也会紧速进行 将时序拉近 记者张旗潭 金融报道 基东市议会 今年度最后一次临时会 12月4号圆满闭会 基东市长谢国良和 基东市议会议长 同资委 互相致议感谢 顺利完成预算审查 由于隔天 12月5号是议长 同资委 逐36岁的生日 民进党团议员们 特地送上一个写有 总统当选 国会过半的生日红包 给议长同资委 希望在即将到来的 总统和立委大选中 取得好彩头 愿望成真 基东市议会 今年度最后一次临时会 12月4号圆满闭会 基东市长谢国良感谢 在全国最年轻议长 同职委主持议事下 顺利完成通过预算审查 也会遵守议会 给市政府的决议 推动市政建设工作 我们这位全台湾 最年轻的议长 在主持这个议事 也是非常的顺利 这次也能够得以 在他的主持之下 我们也了解到议会 对我们市政监督未来的方向 那我们非常感谢 议长的主持 那我们也会遵守 议会给我们的决议 有很多应监督 该监督的业务 我们也会好好的遵照办理 我们会按照议会 给我们的监督 好好来执行 议长同志位 也感谢市长谢国良 带领的市政府团队 不论在平常或是议会期间 完成议员们指示 以及讨论后交办的任务 虽然期间议会有动用表决 来完成各自的想法跟需求 谢谢市长率领的这个市府团队 在议会期间 还有平常的各项选民服务工作上面 来完成议员这个指示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些交办的任务 那我想这个市政的推动 府会的这个沟通其实非常重要 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讲掉说 做好事先的沟通 我想在事后的政策推动上 会比较完善跟完整 那我觉得这个议事组安排 这个会期的时间 也是真的安排得非常刚好 那也谢谢市长 其实他这个生日礼物已经到了 那也谢谢市长 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市政运作上面 是取得大家的平衡跟共识 那重点目标都是维持这个市政运作的稳定 然后这种市的事务推动可以顺利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没有不同党派的声音 我们希望大家完成各项自己可以表达的意见 但是让市政府也可以有做事的空间 那我想在这次也是很久以来才动用的表决 那大家各自完成各自的这个想法跟需求 我想平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然后我也自己一定在学习这个主持议会的这个过程 我还是在学习中这样子 谢谢 由于隔天12月5号是议长童子伟满36岁的生日 民进党议会党团也在结束当下 突然在议场内送上一个写友 总统当选国会过半的生日红包给议长童子伟 虽然也让刚好在旁边的市长谢国良有些许小小的尴尬 不过市长也适去的逐步淡出 这个我稍微站开一点 吃一点剃 对对对就这样市长有点尴尬 不会不会 恭喜恭喜 谢谢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在议长童子伟生日时许愿 希望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和立委大选中 取得好彩头愿望成真 总统当选国会过半 议长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谢谢 基隆市议会闭会也宣告基隆市各党各派将全力拼大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及立委参选人郑文庭第三场区域后援会成立 请来侨委会副委员长阮昭雄 现任立委蔡世印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党内地方议员助政开讲 郑文庭表示自己刚当选议员时就把律师事务所结束营业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全心全意服务民众 来郑文庭 郑文庭 文庭 郑文庭后援会支持成立 支持者挥舞旗帜大声力挺 人家只要投票得好 人家說出一個好的市長 人家說出一個好的立委 共用跟地方來共同合作 我相信基隆會議會議長 最後40篇 我們一篇 幫鄭文廷 賴清德 拉10票好不好 拉10票好不好 包括小委會副主委 阮昭修 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志偉 以及現任立委 蔡思英都來 一起為基隆市立委 參選人鄭文廷站台 我們林愛庫的廟室現在有比較漂亮嗎 有 他比我比較認真 讓他去看他給我這樣好不好 好 這個非常優秀的議員 過去四年 問政的成績有目共睹 基隆的建設都有他的一份 我們要讓這份專業 這個精神 帶進立法院接棒蔡思英這樣好不好 好 文廷選到議員之後 我經營二十多年的律師事務所 我們把他結束營業 為了就是要專心來服務我們的民眾 所以過去 這段時間 文廷才有辦法用專業來服務 超過兩千人次的免費法律諮詢 超過五千人次的愛心冰箱 回想到第一屆當選議員時 鄭文廷就把近二十多年的律師事務所給關了 展現全心全意為民服務的決心 就是像你這段期間因為你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導致你的收入減損 這個你也可以跟對方 比如保險公司 跟他談 鄭文廷服務處內 他親自帶著賠償 申請相關文件 提供專業的法律諮詢 專程慰問車禍受傷的民眾 可是他是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 沒有辦法出去工作 他就沒有經濟收入 所以這段期間其實他生活馬上陷入困難 那我們在得知這樣的一個狀況之後 馬上趕快跟呂先祖慈善基金會這邊取得聯繫 看能不能來幫助這位民眾 當選後律師事務所雖然關了 但法律服務的精神卻沒有打烊 鄭文廷把每一位選民當作是自己的家人 希望未來進軍國會造福更多民眾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給我家裡邊來下禮拜可我可以幫我家大掃一下 一下下就好 真不好吧 请谈哦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拼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从佑影艺科技大学举办第六届 从佑之声校园歌唱大赛决赛 邀请全能唱跳艺人周定伟担任评审 入选决赛学生使出看家本领 最后评选出流行音乐歌唱组 劳舌组以及创作组的得奖同学 迈入第六届的从佑之声 总决赛竞争激烈 这次邀请到全能唱跳艺人周定伟 担任评审之一 还带来了全新创作单曲 乖坏怪 鼓励学生们勇敢追梦 看到这么多年轻优秀的表演者们 在台上绽放自己的魅力 然后展现自己的舞台 我都觉得很感动 那今天也有好几个学生 让我很惊艳 唱得特别好的 或者是特别有舞台魅力的 满感动的 鼓励校园里面拥有音乐才华的 同学站上舞台 从这一次今年的过程中 我看到好多好多好多 对歌唱有兴趣 对饶舌有兴趣 对创作有兴趣的同学 然后这次的活动也邀请到了周定伟 来担任夜师 办了讲座 然后在舞台上分享 他在演艺圈的经验 让同学可以看到定伟 在演艺圈之路中 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可以对他未来有所帮助 从百人脱颖而出的20位 进入总决赛的学生 使出了浑身解数 带来精湛的演出 流行音乐组冠军赖志浩 我一直都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会继续一直唱歌下去 老舍组由李嘉诚获得首奖 我很喜欢老舍 他能够让我表达真正的自我 然后把我那些想法都表达出来 创作组则由严丽与拿下第一名 第一次拿到奖项 然后觉得还蛮紧张的 没想到可以在舞台上 跟大家展现第一个作品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 创作组的学生也是很棒 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 我想跟他一起share这样 校方勉励参赛同学们勇敢追梦 保持创作的热情 让所有参与重用之身的同学们 有满满的收获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历经地方常年反映 大都会客运新开辟 2088B线事办半年 预期将为深澳坑地区的 通勤民众带来更便捷 市长谢国良一大早搭乘客运 关心运输现况 并且呼吁民众善家的运用 基隆市的公共交通 在 市长在车上 市长跟起的 谢谢市长 谢谢市长 大家早 谢谢 谢谢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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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清早天还没亮 基隆市长谢国良 交通处长王震宏 市议员林沛祥 何淑平及韩世玉 和大都会客运总经理李建文 一起搭乘体验 2088B路线的首班车 关心通勤状况 而搭乘民众也对 新闭路线给予肯定 并且建议能增加班次 很方便 怎么说呢 因为之前我们搭要到三下那个市场那边去 对 然后还有时间上面 因为上班时间跟那个上学时间 如果有一些是要在外縣市的话 比如说像台北市的话 那时间上面比较好配合 我就找我来看看 对对 只是说我看那去 好像只有这一班一天怎样 对对对 如果说将来有机会的话 可能就是说 可以在班次上面多密集一点 我都叫我妈帮我 帮我载到三海关那边 所以有这班次是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2088B路线 起点从调和街的 优活台北村社区 沿途经过美的世界 大香港 目前市营运阶段 全天共有两个班次 分别为早上六点半 从基隆的优活台北村社区 发车到台北市府转运站 晚上六点则从台北市府转运站 开回基隆的深澳坑地区 现在可以有一个2088B 从调和街开始 加汇深澳坑地区的民众 让大家可以在通勤的时候 更为方便 谢谢我们2088首都大客营的 业者愿意就是在我们每一天 从12月1号开始 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6点 各征一班 那在这里呢 也期许就是说 我们有好的开始 那未来能够就是在 6点45 7点 7点15 7点半的时候 能够在各征一班 在这个车辆以及司机允许之下 这是这个时段呢 更是我们通学通勤族的一个需求 那也谢谢我们市长以及交通处 全力的帮忙 谢谢 我们8年来呢都在这个争取 那有关2088B线 那现在呢我们一年内呢 那感谢我们谢国阳市府团队 那以及呢 配奖义座还有赎品义座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呢 那终于把这条路线喔 那等于说呢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后续呢要补足呢 等于说我们上班族通勤族 大家的需求 那也鼓励大家 一定要多多的利用 这个班次喔 那好好的利用它 然后上班通勤 来做一个使用 谢谢 这条2088B从桃和街开始 经过深奥坑地区 经过美的世界大香港 然后再直接到台北市府 台北市府转运站的2088B公车 这是上一届配奖 就跟江建玉前一座 还有韩式一座一起 极力争取的一条公车 那在这边先感谢国阳市长 也肯定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 好不忍望一丈这件事情 能够好好成功 那在接下来 希望我们的民众 能够多多使用 让这班 让这个车子能够搬搬客 因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这会是我们基隆市 一个通勤的典范 会变成属于我们基隆市的 类通勤公车 让我们在上班下班的时候 能够早点上班 安心回家 事办第一天清晨六点多 市长谢国良 亲自到现场体验搭乘 关心通勤民众的需求 市长说 这个新路线是地方民代 长期反应 感谢科运业者 协助新P2088B线 相信将造福深澳坑地区的 通勤民众 呼吁市民朋友 多多来搭乘 让路线能够正常营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桑 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